本人是嘉然神父 是我们三个堂区主主的负责人之一 这次我们三个堂区 持有会的三个堂区 安当离堂 食物俊教之后堂 持有离杀中心 我们一起组织一个活动 使得这三个堂区的教友 和其他兄弟姊妹 都能够预识到 当今教宗 我们要做到的宽恕文化 这种宽恕的精神 所以我们三个堂区 就筹备了这一次的活动 9月17日 在安当离堂 讲述到有关要宽恕自己 有一位很出名的 补血会的修女 会长江丽娟姐妹 她就负责讲这个主题 而第二个日子 就是10月15日 在最后堂 是由两位信徒 特别讲及到有关 宽恕亲人 使得大家都知道 在家庭里面 要做到这一点 大家给予宽恕 对自己的父母 兄弟姊妹 而第三个讲题 就是会在持有离杀中心 在11月19日举行 由夏智成副理主教 他会亲自读讲 有关我们宽恕近人的题材 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做到 好像基督所欲 我们给予宽恕 给予宽恕的这种精神 最后 在这个12月3日 我们会结束这一次的活动 有很隆重的派遣礼 希望所有的教友 都能够得到这个主意的讯息 这个教会的意识 去将这个宽恕的精神 不单是自己实践出来 都能够施远给其他兄弟姊妹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隆重的派遣礼 所有参加的人士 都接受基督天父的派遣 使得你们都能够 在日常手里面 实现这个教会 基督要求于我们的 这种宽恕的精神 希望各位教养 能够拥有参加 到时见面